最近中国昆明理工大学在校园内建造一座豪华酒店引来广泛争议 学校方面表示高标准建酒店是为了接待外宾 要是搞得太寒酸难免丢脸 网友质问学校是国家的土地是国家的 关键问题是这个酒店是如何运营的 这些收益流入了谁的药包 在昆明理工大学内 一座按照五星级标准设计的文汇酒店 住一个晚上的房价大约需要400元到2000元不等 据成都晚报2月1号报道 文汇酒店又名昆明理工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是一家按五星标准设计的商务会议型酒店 坐落在昆明理工大学内 还配备了豪华的西餐厅、宴会厅和餐饮包房 报道还说 学校方面表示文汇酒店是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一个必备的配套设施 主要用于接待来校交流访问的外国政府要员 知名专家、学者 以及一部分长期入住的外国留学生 人家来访问、搞学术交流 自己搞得那么寒酸 难免丢中国人的脸 学生质疑 宿舍楼破旧 为什么不先改善宿舍楼的条件 一位昆明理工大学的学生表示 老校区有半数以上的学生 还居住在老式的八人间宿舍 就是那种只有上下铺共用一个桌子 一层楼、一个水房、厕所的老楼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对此表示 一般来说 大学着重在教育理念的改革 优良教师的培养和发扬大学教育精神 昆明理工大学却热衷于大搞面子工程 孙文广认为 这个现象离不开腐败两个字 有几个理由了 一个是学校的一个土地盖个房子 盖什么呢 就盖个大酒店 实际上呢 这个学校的干部啊 都用这个五星级的酒店呢 可以到贷他们的个人 那么收入呢 可能是一种灰色的收入了 网友创作出了丢连体来讽刺 如腐败官员为了不丢国人的脸 吃喝用的都是名牌 住的是豪宅 文会酒店真正的用途 到底是学术交流 还是商业运营 这是酒店的线上订房网页 上面写着 文会酒店自从开幕数年来 已成为旅游人士的最佳选择 也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在网络上订房 网友质疑 这些收益流入了谁的腰包 新唐人记者 朱善志 黄荣 孙宁 采访报道 ��晨 SV 未经许是宝宝